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 大来宾进场 好 好美 太高了 我先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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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太跪了 你知道她心机有多重吗 第一集我们来宾转过来的时候 就是正常的这样转过来 然后她转的时候 你们有发现什么事情吗 背后有一个人 拿一个那个吹风机在吹她 她这样一过来 然后头发这样飞 试一试 我再帮来 我不来这一套了 我帮你了 我不来这 你帮我的话我帮你 要准备好了 你那个不是我帮你了吗 你帮她吗 好 好不好玩 她都想不出来了 你不能吹正面 你要法尾飘 好好好 我再练习一次 法尾飘 好 你这个我乱吹 不是这一面 徐西弟 我有帮你准备一样东西 一 扭蛋人 我需要你 我在那儿 神出鬼没了 谢谢 我记得这个 而且它下面要写一个字 对不对 谢谢 没有人看到这个箱子 没有人看得到 什么事啊 就是给你占的啊 我很好啊 现在占得很好啊 怎么样 有哪里不好吗 你推我干嘛 你可以这样 你知道我在这儿干嘛 那你眼睛就可以 你眼睛可以跟他对到 你觉得观众是瞎了还怎样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比他矮这件事 还不在乎 他跟人家李淡就说了 我比他漂亮 我比他生动 他说你僵直 是哪里不生动啊 我 我不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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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林志玲 对 你知道李淡有女朋友 对 她女朋友很漂亮 你有看过她女朋友吗 有有有 我们把她照片亮出来可以吗 别吧 哎哎哎 其实无数 哈哈哈哈 反正都知道 对 对 她这么漂亮 怎么回事 哇哦 哇 哇哦 她是艺人吗 没有啊 不是 你是靠感情追来的吗 对 她喜欢你什么 啊 就美色 对 什么 就美色 哈哈哈哈 你刚才在智琳没有出场前 你说你女朋友比较漂亮 我觉得智琳姐应该也心服口服吧 哈哈哈哈 很好 我喜欢有自信的男人 好嚣张哦 啊 是什么他比你年轻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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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给我给我 不会 护女朋友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女朋友的话 你跟林志玲吃饭的时候 你会在心里面想象吗 只有尊重 只有尊重 也前 前辈 前辈 女生超讨厌被人家称为前辈子 那怎么办 我真的是从小看她们 你再这样一次 你再这样一次 你从小到大 我笑 是 是 气死我了 是 主持人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从 林志玲第一次来康熙 你决定叫我们替你准备箱子 到现在你不再需要箱子 在中间你的心态 怎么等 升华了 我觉得是你生孩子了 后来我发现观众爱我 不是因为我的外形 身高 巴巴巴巴 是因为我整个人就是风趣幽默 生动 生动 观众喜欢我带给他们欢乐 可是志玲也很生动啊 没有啊 你多久不敢穿这种衣服了 我没有不敢穿 我是觉得何苦那么累 不管再怎么瘦的女生 坐下来的时候 这边就是还是会有 林志玲知道她要坐下来啊 她绝对敢坐下来啊 她一定 她一定是从头到尾 林志玲小姐请坐 哎呀 哎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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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坐了 你没有看到她挺多狠 她已经挺到她那个脖子的 轻轻都要爆炸了 我觉得林志玲最近比你诚恳 怎么说 就是我问她任何人生的问题 她都回答 我从跟你还没有很熟开始 你问我任何问题我都是直接回答你 你最近婚姻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笑个 我都讲真的耶 你讲真的 你干嘛含泪讲啊 我没有含泪 我有泪吗 我还觉得眼睛很干呢 我刚刚那是很真实的答案 你觉得林志玲相信吗 她相信 因为她见过我先生 你看她那个同情的眼神 她见过我先生 她看过我们俩相爱的样子 对不对 你讲话 你讲话 我相信 你接话可不可以接快一点 你看过他们夫妇相爱的样子 有 大概是八年前吗 没有 他们只要在一起就黏在一起 各种抱啊 然后你要讲我老公多会照顾朋友 什么的 是一个多好的人 你老公超会照顾朋友的 对 他对朋友真的很好 他对我也很好 你怎么 你怎么知道我下一句要讲这个 你脑袋瓜子里面什么 我还不知道 所以你有在为志玲的单身操心吗 有一阵子我本来还替她开心了 因为我听到一个很像是真的的消息 然后却有记者问我 我就说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真的很希望她赶快 就是就这样吧 就嫁了吧 嗯 我会很真心的祝福她 可是现在好像就没了 哇 好真实啊 这一段 哈哈哈哈 那我们节目就是走真实的路线了 哈哈 你有没有觉得她最近很放得开 就是没了她就说没了 嗯 我没有听到她说没了 没了 没了 我现在是单身了 那你现在还有在期待再找一个吗 还是说你已经累了 希望有吧 为什么都是她再找一个 为什么不是别人找她 对啊 你都没有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吗 有 就明明你就是第一名模 为什么还是要你去找男生 而不是男生 她的问题出在哪 她怎么会有问题 没有问题 太完美吗 观众朋友觉得太完美 反而让男性有压力是不是 好 请问我们刚才在 我们在帐单里看到的东西 他们觉得有几件纳闷的事情 第一个 为什么喷嘴巴的东西很多 我真的很担心口臭这件事情 就别人如果有口臭的话 我就会保持距离 然后就是确定说自己 随时都是在比较好的卫生状况内 是曾经有人跟你说过 你是口臭 你才有这个阴影的吗 没有 就习惯了 我就是很喜欢刷牙 然后很喜欢清洁牙齿 其实你清洁牙齿的手势是错误的 应该是这样 没有人会这样 这样清洁牙齿 这样是塞不进去的 这样跟牙缝是怎么塞 你刚刚那个什么 因为它是清洁牙齿 因为一定是用牙线嘛 才可以把那个缝里面的东西抠出来 他在那边这样 是要去哪里 这就是李淡说你很生动的意思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了 你的酱肘子的用量是 用量 什么用量 你买的量很大 对 分享包嘛 对不对 是跟家人一块吃还是 跟工作人员 你是每天都要吃吗 因为有时候你会工作的时候 怕肿嘛 跟肿 你就会吃比较清淡一点 然后一段时间工作完了 我就会很想要稍微放纵一下 可能就会暴饮暴食 你觉得它吃泡面会比你漂亮吗 会这样 这样吸进去吗 好 来 泡面进来吧 来 真的有泡面吗 好 那我先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认真的耶 那个什么好示范的 那个没有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吧 红烧肉耶 GC弟 你吃红烧肉应该不会不好看吧 我吃东西一直都是非常有气质的 一口 让她拿点水好吗 你不行了 有十分钟都不能讲话了 有十分钟都不能讲话了 喝点水 喝点水 她吃一碎谁要给我们认罚 有十分钟都不能讲话